好 那敏寬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除了房地产以外 我说其实对我们台湾人来讲 房地跟股市 大概是投资最主要的两项 股市从现在16000多点 然后现在也不像大概三四个月前 感觉上你随便 闭着眼睛摆下去一只 你接下来就等着它涨的那种感觉 现在股市你觉得未来怎么样 现在对大家来说的话 重点就是买什么 对股市来说很简单嘛 1000多档股票你又不可能全部买 除非你买什么 ETF0050嘛 对我来说的话我都是吓两个 过去二三十年来的一个经验 第一个你下错很麻烦啊 很多人都想说 哎呀你那种财经专家一定很有钱 我真的是一把血泪死啊 刚才人家御丰 我跟他差不多同时间 找他出道一点点 人家房子买好几间 我是币值股票好几箱啊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那个以前你投错了 就放在家里面 很多股票他就下市了嘛 所以第一个 你要去做投资的过程当中 你要知道这个老板 OK 他的行为 他的道德 如果说老板啊 动不动都跟小明星在一起 老板动不动都在那边玩古董 老板动不动的话 就跟地下钱庄 跟谁在那边有纠纷 最近才有一个老板 一直在捞监狱里面出不来嘛 这个就很麻烦的 所以不好的老板 你就不要投资 然后再来 你去想想看 未来的两年到三年 你会流行什么 我在两年前来这个节目 那时候小五哥说要做什么 我就说妈妈都在追剧 找这个就对了 那个时候我300多块买一档股票 涨到500多我又买一张 涨到1000我老婆跟我说 你怎么不卖呢 我说你都还在追剧呢 我干嘛卖呢 到现在呢2000多掉下来 但是还有178 所以未来的部分的话 各位去想哦 现在大家都在想缺水的问题 是 那缺水的问题 原始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二氧化碳嘛 那二氧化碳怎么来的呢 我们大家的工业啊 我们出门都不走路啊 现在也不急嘛 汽车 汽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未来电动车来看的话 今年是2021年 未来的15年 电动车都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标的 那过去任何一个标的出来 两年到三年的时间 通常会涨两倍到三倍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 电动车相关的个股 我认为大家可以多琢磨 而这次电动车当中呢 台湾很多大集团是摩拳擦掌的 那为什么摩拳擦掌呢 我举个例 台达电过去哦 他们做电脑里面那些 所谓的电机的系统啊 电力的系统啊 多少钱呢 嗯 60块美金 OK 一台电脑60块美金 台币大概一两 大概1000块出头也还好 也还好 现在呢 未来做汽车呢 他说是多少呢 是600块美金到2000美金 各位去想 哇 这一事不是膨胀十倍了吗 现在你就把去想哦 台湾那些电子零件厂 过去是做这个小小的市场 现在是一下子辞职 扩大十倍了 那这扩大十倍的过程当中 各家的老板你就去挑一挑 哪一个老板 你去看看他的面向啊 他的个性啊 比较符合你的需要 重点要正直 只要是正直的 耳朵大也好 鼻子大也好 你就去选那些 我认为做电动车的 应该都不会太差 因为今天还有另外一则新闻是 全球很大的汽车集团 福士集团 宣布说 未来他们不再开发 燃油型的引擎 对 转入电动车市场 对 这个就是大家在讲说 有没有哪一些是 大家可以参考一些的 类别这些 但我说实话 有很多人 那个城府之深 很难想象 你以为林玉峰只是个记者 你错了 你以为他只是个包租公 你错了 玉峰 你还开频道讲股票 对 我觉得简单来讲就是 你会不会有一天去讲法律 我会不会有一天去开庭的时候 你站在我对面 你也是个律师 不可能 这个不可能 这个要考国家政兆 这个我考不过 因为考不过之后去买房子 去买股票 那买房子的话 你简单告诉我 你股票怎么判的 好 我简单来说 买房子会有房贷 那我怎么要快速还掉房贷 因为我跑新闻 我有一个 人家讲危机 人家讲危机路市 大家都把它当成一句经典名言 但是我是真的危机路市 我跑到重大的灾难 我就去买 譬如 譬如说 这个是比较不好的 之前高雄不是有气暴吗 气暴我们在那个地方 待了一个礼拜 但是你知道吗 你那个时候我就 这家公司已经 已经私有化可以讲 李长龙化工 它是一家非常稳定的 配股配息 而且是在世界的这一块 是非常有这个 有护城河 有特殊能力专利的 结果呢 它那个时候因为高雄气暴 然后弄了很久 然后就是政府也要对它追偿 什么的 然后团体诉讼 那时候它从股价 从三十几块 截到十几块 那我就是 因为我在现场采访 那你在这个时候 你一般的可能打电话 去给公司 扣公司扣不到的 但是你在这时候 你就问它 它可以告诉你很多 内幕的事情 因为它也希望说 让投资大众来解疑 所以我从那时候 从16块一路买买 买到四十几块 然后它最后就 私有化下市 对 私有化就下市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也是在买了进棚 也是在桃园 那个也是大火 我们也是买 那通常 你专门发灾难财的意思 其实 其实不太能这么说啦 就是说 因为好的公司 遇到坏的事情 OK 因为那不是整体结构上的问题 所以突然发生 突发事情的时候 突然发生突发事情 那它会不会回来 它会回来 OK 好 那其实讲说 房地产跟股票 对所有的人来讲的话 大概大家就是在生活上面 然后希望未来 在生活里面 有一些的保障 你不管是在投资 居家自住 很多这一类的事 理事长 最后请教一下 你刚前面也提到说 政府一些政策 表面看 不管是打房打草房 其实可能不是打到减仓 搞不好会打到 真的有需求的年轻人 或什么这些 会不会有些人 现在就是这样 就是他觉得 我买不起房子 我买不起 我也不会管 那个房价高的原因是什么 但我只要看到 政府打一下你 我就会觉得很开心 会不会有人这样 那你要告诉我 那我怎么样 才能买这些房子呢 那些买房子 其实不要太猶豫了 第二个就是 要多利用杠杠的原理 我要收到 你要存到够才买 你一辈子有买不起房子 那因为你追不上房价 所以大致我的建议是 你只要自备款够 然后用三年的宽限期 等三年宽限期到了 你再换银行 或者再跟银行商量 说我要继续用宽限期 OK 那不管这一次的闭锁期 到底是三年还是五年 因为用长期的眼光来看 买笔租是划算太多了 OK 因为台湾的租金投报 大概是2.6%左右 现在的银行利息 只有1.3%左右 所以你买一个房子 你跟住金比较 你每个月都可以赚 一万一万多的 OK 这些零用金回来的 好 那其实在今天现场 邀请到各路的专家 大家来告诉观众朋友 我们长期来 大家觉得不管是房地产 或是股市 对于你未来的生活 能够带来一些 什么样一些正面的影响